58岁的卡利奥马是马六甲公共工程局前局长。 他在2014年3月到2016年8月期间利用高官权利获得不易之财, 向马六甲多名承包商收取19万6千令吉贿金, 更在2015年9月到2016年8月洗黑前涉及款项超过540万令吉。 被告抵触13项刑事罪案165贪污罪名, 核武向2001年反洗黑前法案第四之一致逼洗黑前罪名。 由于被告无法提出合理一点,因此爱极乐法庭今天判处被告罪名成立。 由于刑期同日执行,因此被告必须坐牢22年,并罚款3600万令吉。 如果被告无法缴罚,就必须坐牢25个月代替。 不过纳斯尔允许被告上诉高庭,暂缓执法一个星期。 同样执法犯法并罪名成立的还包括吉兰丹这名30岁警员, 莫哈·莫哈里斯。 他三年前在彭加兰吉巴普行动部队执行时, 发现一名妇女开着车, 企图把70箱食用油和200拖鸡蛋, 透过马泰边境把我国商品偷渡进泰国。 被告索取1万令吉作为不逮捕妇女的条件。 被告随后再向妇女索钱,两次总额是8000令吉。 法官阿莫巴兹里今天在哥达巴鲁地庭判处被告坐牢3年, 罚款9万令吉。 由于正在马来亚大学求学的被告将在下个月考试, 因此法庭允许暂缓执法, 被告能以1万令吉保释外出。